双方选手请看题 1903年12月17日 这是人类飞行史上崭新的一天 美国的莱特兄弟选择了一个有柔软着陆点 而且风向稳定的地方转动了螺旋桨 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有动力可操纵能载人的固定翼飞机起飞了 第一次的飞行距离达到36米 在空中逗留了12秒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 无数飞行先驱曾经付出心血甚至生命 1891年 德国的里林塔尔成功试飞了世界上首架悬挂滑翔机 它依靠调整自己的身体重心来控制方向 但最终还是在一次试飞中 滑翔机失速坠毁 它也因此献出了生命 但它为后人留下了厚厚的滑翔是非笔记 在里林塔尔之前 英国的凯利爵士是更早的飞行家 1852年 他让马车夫架着自己制作的滑翔机 从山坡上滑下去 这架滑翔机虽然只飞行了十米后就坠毁了 但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起 凯利爵士在《论空中飞行》这篇文章中明确阐述了飞行器的基本原理和飞机结构布局 让人类对飞行的探索走上了更为科学的道路 而它的设计灵感竟来源于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可以借风飞行的风筝 风筝是世界上最早的航空器 放飞两只形状相同的风筝 请问哪只风筝会飞得更高 A 大风筝飞得高 B 小风筝飞得高 C 大小风筝飞得一样高 好 来 答题 这个维方的同学可能更熟悉一些 这是典型的中国的风筝 这个类型一般叫沙燕 沙燕是一种燕子 这个我们一般是叫南药北渊 据说啊 现在不可考据 曹雪芹先生写过一本书 叫南药北渊考工制 讲的就是制作风筝的一些方法 那么在中国呢 风筝的流派也有很多 比如说呢 像天津的卫士风筝 北京的这个风筝哈的哈日风筝 还有呢 就是曹氏风筝 应该讲这么多年呢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呢 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它不仅仅是一个属于我们的飞移项目 而且呢 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记忆的一种凝聚 来 现在小条空学跟我们说说 你为什么要选择答案C 在没有其他条件的提示下 我觉得大小风筝的重量应该是不一样的 然后根据它的形状相同的话 它的生力的影响因素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跟它们的体重在进行一个比较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你要是选的 要选什么 大风筝提供的压差会大 就是它的树力会大一点 然后它的生力会显著一些 刚才这两位同学呢 其实各点到了一个重点 这位男同学呢 说到了重量 这位女同学说到了面积 女同学根据面积她认为她生力大 会得高 男同学认为小风筝轻 能够跟大风筝飞的一样高 实际上呢 应该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就是风筝的每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 飞机上讲的叫异载核 那么一载核对飞机的性能影响很大 实际上对风筝的飞行性能影响也很大 那么即使是二载 同样飞到一个高度 但是不要忘了它后面还有一根线 这个线的重量 假设是一样的话 大风筝承载能力强 小风筝承载能力就差 小风筝可能就上不了那么高 因为你产生生力就这么大 是吧 因此大风筝要飞的更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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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 盒子里的猫队答错了 扣十分 参 goo 中文字幕吉他军 崩核 电视礼 中文字幕吉他军